哈喽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讲,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开四方会议,中华战斗机就搞联合巡航,威胁美国,中国今次就是打俄罗斯牌了。 另外美国资本400亿美元还在乌兰,这么大笔资金,这么快通过,令人怀疑当中有估。 有前美国情报官员就说,华盛顿正在重演阿富汗的败局。 美国现在诸事不信,美国总统拜登到访日本,5月24日召开四国集团峰会之时,中华和俄罗斯战机就在日本海上空,搞了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到拜登准备启程回国之制,又传出德州高中生持枪闯入小学,枪击学生,导致18个小学生和3个成年人死亡。 拜登急急决定罢工下半期之外,拜登回程的空军一号专机上恐怕都要急急修改发言稿,准备回到华盛顿之后,马上就枪击案发表电视讲话。 虽然发表电视讲话这些造租的东西,丝毫不会解决美国极其严重的枪击问题,但他总希望出出口述,可以平抑民愤。 美国就是这样的了,国内疫情未退,通胀高销,枪击严重,总统撇下国内问题不理,还有大口心情,飞到亚洲来玩围堵中国的把戏。 拜登这次亚洲之行的确是想来放大招的,这个就是一个二加一的套餐,第一,搞个印太经济框架,拿到13个亚太国家参加,企图在经济上面孤立中国。 第二,美日、印澳四国集团峰会,这个亚太小不约的组织,搞成针对中国非法暴如的行动,四国想建构一个监视印度洋、东南亚、南太平洋的所谓非法暴如资讯共用框架。 这个做法,除了可以挑动亚洲国家和中国的矛盾之外,也都可以在东海、南海,加强对中国的军舰和潜艇的监视。 第三,拜登出现的所谓口误,对记者说会协防台湾,中国对美国接连出招插手亚太,特别将亚太军事化的行为强硬回应。 除了传照日本驻华士官首席公司正式表达不满之外,更加和俄罗斯搞战机巡航。 中国和俄罗斯空军,在5月14日,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海域上空, 举行了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当日俄罗斯的空天军图95MS战略光炸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光6K战略光炸机,参加了这次空中巡航。 俄罗斯的图95MS战略光炸机,达到大约13个小时来到日本附近,俄罗斯的苏30SM战斗机,再去光炸机提供护航。 而解放军两架光6K光炸机,就从东海巡航入日本海,随后在日本海上空, 和俄罗斯两架图95光炸机会合,随后双方组成编队,共同巡航到东海, 之后就更加穿越宫古海峡上空,进入西太平洋。 巡航途中,两架新的解放军光6K光炸机,就接替了之前的光6K光炸机,继续和俄军巡航。 即是说,解放军有两批的光6K光炸机,参加了这次巡航。 日方确认,还有一架俄罗斯E-20的情报收集机, 在北海道、离民岛,只要能登半岛的东海上空飞行。 在中俄战机巡航的飞行某些阶段,日本和韩国的战机就升空跟随监视。 中俄军机都没有进入日本和韩国领空, 即是进入了他们的所谓防空识别区。 防空识别区不同领空,也不受国际法保护, 他只是各个单方面设立,要求外国军机进入这些地区, 要亮明身份的一个安排。 这次中俄联合巡航有多重意义。 第一,要军力威胁美日。 日本防御大臣岸信夫就说, 这件事发生在四国集团封会期间, 这个是更具挑衅性。 但是,美国搞经济和军事上围堵中国的把戏, 还搞出恒常的组织,要长期搞下去, 日本就积极参与其中, 那又不是更具挑衅性呢? 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两大军事强国, 联合巡航以军力威胁美日, 就是叫他们不要将亚太军事化。 如果美国执意如此, 中国也都必会奉陪, 这个就是中国指哥为母的态度了。 第二,打出俄罗斯牌, 路透式引述美国政府的一个不具名的资深官员说, 这个是自俄军2月24日和普洋南开战以来, 中俄军方首次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这个做法也反映出中俄两国的关系密切程度。 这个美方官员还说, 中俄空军举行的轰炸机联合巡航表明, 在中国和邻国, 在东海和南海发生领土争议的时候, 俄罗斯将站在中国的一边。 我认为, 各位美国十分天真, 一方面搞中国, 另一方面, 就要中国在乌兰难问题上协助制裁俄罗斯。 如今, 中国就打出俄罗斯牌, 是打到美国最痛的地方, 在这里证告美国, 如雨红掌不可兼得。 如果美国执意要将亚太军事化, 那就是逼中国和俄罗斯 组成背靠背的军事同盟, 这个是美国最不想见到的事情。 美国搞不好自己国内的事, 但是就急急走去亚洲搞局, 要围堵中国, 恐怕也都不像拜登想象中那么容易, 可以占到便宜的。 另外也想讲讲, 拜登签署400亿美元援助沃兰法案的问题。 当年时间5月21日, 拜登在访问韩国期间, 正式签署了400亿美元的沃兰援助法案。 但是400亿美元如之巨额的资金, 最终将流向何方, 就成为令人很关注的问题。 反对环污计划的美国共和党众议员 马乔丽·格林就认为, 美国对沃兰的援助, 其实就是一个洗钱计划。 援助资金, 最终很多都会流向美国政客的家人、 朋友运营的非政府组织。 这些被描据为美沃兰人的钱, 最终很多会落入非营利组织, 或者非政府组织, 这些组织的口袋里面。 而这些组织通常由美国政客关系密切的人打理。 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斯科特·里特就发文分析, 美国国会通过这么巨额的勃款, 似乎在重演阿富汗灾难性的场景。 他说这个几乎是不可以想象的, 是向一个腐败的政权提供上百亿美元不受监管的资金。 美国国会议员这么快就忘记了阿富汗的教训。 他报道美国这笔高达四百亿美元的援助, 只在支持沃兰直至今年九月, 即是用作五个月的洗费。 他的金额远超美国资源提供的136亿美元紧急援助, 是美国给予沃兰最大的一笔援助。 根据法案内容,援助包括在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向沃兰提供资金, 其中向沃兰提供大约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确保沃兰能源不绝地获得先进武器。 另外还有80亿美元用于总体经济支持, 50亿美元用于解决沃兰农业崩溃, 可能导致全球粮食短缺的问题。 还有10几亿是用于向沃兰难民提供公共卫生和医疗支持。 他报道,这个援助法案在美国国会通过的速度可以说是闪电那么快。 就此之前,这个法案在众议院快速通过之后, 就得到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的一致支持。 两党领导人试图在12天借助一致同意条款, 以不经据语言辩论的方式快速通过这个法案。 但是,有些肯踏基州共和党参议院, 难得保罗牵头反对,参议院通过部分法案的时间就被推迟了。 保罗说,美国人证则承受高达8.5%的通胀率, 他不希望以美国的破产为缓了沃兰的代价。 他还指出一些议员逼不及待地想把我们的钱送到外国, 而又不想进行任何充分的监督。 但是,保罗的反对, 未能够阻止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 前美国海关陆战队情报官员李特就说, 参议员保罗想法案中增加特别监察长, 指的是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 这是一个按国防授权法案, 为2008年财政年度设立的特殊职位, 有没有把他执行监督美国国会拨款的资金援助项目, 相关的审计和调查, 只在提高美国资助项目的管理效率和效力, 防止浪费、欺诈和濫用。 但是参议员保罗的建议, 最后不被各会接纳。 根据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之前的报告, 美国在阿富汗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在阿富汗重建工作的头几年, 面临高度重视严重腐败问题的威胁。 到了2009年, 美国政府才意识到阿富汗系统性的腐败, 对美国在阿富汗的整体目标, 构成了战略威胁。 美国在阿富汗前任大使克罗克, 曾经营16年说, 美国重建阿富汗的努力最终失败, 不是因为叛乱, 而是因为地方性腐败, 带来的沉重负担。 而李特着强调, 美国在阿富汗失败, 是因为美国官员经常授权那些, 剥削民众的政治皮条下, 将美国的援助, 从原本受援国转移到他自己身上, 令到他自己变得富有和强大。 中华外交学院国际关人研究所教授李海东也说, 事实证明, 美国支持阿富汗政府和培训阿富汗军队并不管用, 美国的思路就是只要拉拢着精英就掌控这个国家, 实际的结果是, 美国投入大量的资金, 而和美国联系密切的精英群体, 就高度腐败。 华盛顿智夫卡托研究所, 对沃克兰也有类似的质疑。 他在报告中指出, 包括美国国委员在内的美国官员和西方媒体, 制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误导性形象, 将沃克兰塑造成为一个勇敢而高贵的自由和民主堡壢, 但就掩盖了沃克兰长期以来存在着的腐败问题。 以前美国海湾陆战队情报官李特就说, 美国国会通过400亿美元的缓污资金撥款之制, 未能够提前解决腐败问题, 似乎只会重蹈在阿富汗的覆设, 这个几乎是不可以想象的。 在向一个腐败政权提供上百亿不受监管的资金, 美国国会议员这么快就忘记了阿富汗的教训。 李特还指出, 在203年攻打伊拉克之后, 美国发挥了250亿美元重建伊拉克军队, 只在令它自立。 但是, 美军战斗部队刺离伊拉克不到三年, 伊拉克部队和伊斯兰各武装的战斗中就溃不成军, 不但将大片土地拱手让给恐怖分子, 还放弃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 土地在2005至2021年之间, 阿富汗军方从美国落得价值超过180亿美元的武器。 当阿富汗政府在2021年8月跨台的时候, 有计70亿美元的先进美国军事设备, 已经落入塔利班之手。 到现在, 拜登政府和美国正在无事, 禁止向阿速营提供武器、 培训或其他援助的这个规定, 向沃兰提供了大量不受任何限制的资金和武器。 里头说, 美国正在自己置于失败的境地, 容许这么大筆的军事援助, 在缺乏强制性的监督情况下, 就会有美国纳税人的钱, 浪费在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之上。 看完里头的分析, 就会知道, 连美国人自己都是这样看, 美国这样搞, 很难在沃兰打败俄罗斯, 而且只是重组一个阿富汗败局。 美国人这么聪明, 但就重演败局, 当中当然就有利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